我们也不是说就抨击谁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这种利益在 我们人类的进步是很慢很慢的 平常你在工作生活中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有些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改变我们历史进程的发明 但是因为这种发明太具革命性了 就会动到很多资本集团既得利益者 还有某些这种权贵的利益 而就被掩盖在历史中了 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过这种情况 特杀呀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 暗黑都市传说 说的就是因为动了某些大佬的利益 而被抹去的伟大发明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病的UP主 旁边是欣言导演小仙 大家好 第一个可能改变世界 所以被暗黑世界抹杀掉的发明 就是斯坦利·麦耶和他的水动力汽车 水动力 真的就是怪水进去 真的就是怪水进去 这个汽车就会跑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一个美国人斯坦利·麦耶 声称自己已经能够制造一台 完美的用水驱动的汽车 水动力汽车 他这个水动力也是利用不知名的手段 在不电解的情况下 让水变成氢气和氧气 然后用氢气的燃烧反应 来作为动力来源的汽车 说白了就是斯坦利·麦耶的汽车还是氢动力能源 但是和现在的丰田氢动力汽车不同的是 现在的氢动力是在制清场 把氢气制好 然后把氢气加到汽车里 汽车带着氢气到主跑 而斯坦利·麦耶的水动力汽车是 直接加水到汽车里面 水变成氢气和氧气的反应 直接在汽车里面就完成了 这就比丰田加青的方案安全的多 而且高效快速的多 那它怎么发生这种分解反应 这种电解反应 或者说是裂解反应 不知道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做到的 或者说这东西是真是假 在差不多1990年的时候 斯坦利·麦耶把自己的水动力发动机 安装在一辆沙地车上 并做了实验 据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仅仅用四升水 就是两个大瓶的那种可乐 那么大的两瓶就能跑180公里 这个分解效率 对 按现在我们自来水的价格 差不多就是一块钱能跑200公里以上 而且排放物相当捷径 只有水和氧气 如果这是真的 就是基本上就宣告了 燃油车电动车就死完了 不可能再有这种东西了 还有一个沙特阿拉伯 对 这项发明直接就可能导致 现在这个世界的格局完全就变了 那些什么靠石油发财的人 比如说洛克菲勒 还有沙特 尤其是沙特这个国家 是完全靠石油过上现在这种富足生活的 如果斯坦利发明大规模推广 那么沙特就完蛋了 所以斯坦利的发明就成了很多这种靠石油发家的人的眼中钉 如果这个人生活在当前社会 自媒体这么发达的社会 其实他就拦不住了呀 我觉得也不行 你想啊 他得罪的人是谁 大部分这些人在现今世界上不仅有钱 而且有权 是吧 像洛克菲勒 美国的这个石油大亨 动一动手指都能左右国会的人 但是沙特这些人在美国的影响也不弱 对不对 这些都是被动到利益蛋糕的人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一个人被一群权贵 视为眼中钉 太难生存下来了 就据斯坦利说啊 在他自己公布自己发明不久 就有神秘人物啊 来找他开出十亿美金来买他的发明 不过他拒绝了 他就想啊 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应该用来造福全人类 不应该被资本家垄断 随后呢 就是他拒绝了之后 马上就有人起诉他 说斯坦利你的发明是假的 是诈骗 仅仅几天 俄海俄州的废业特县法官 马上就宣布 斯坦利你这个发明是骗人的 并要求斯坦利赔偿曾经资助他的人 2.5万美金 并且公开说这个发明是诈骗 但是斯坦利也没有放弃的时候 推广自己的发明 他就想和汽车制造师安 还有一些这种环保组织 一起来推广水动力汽车 到1998年 斯坦利已经和美国国防部签约 开展一项价值3000万美元的研究 就在签约后的第二天 斯坦利在餐厅喝了一杯曼月梅之后 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明显被人偷毒 对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他们毒杀了我 斯坦利死后一周 斯坦利的仓库 还有那辆水动力的沙地车 还有他的所有研究资料研究设备 就全部神秘的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样 这个可以改变世界的发明就消失了 永远的消失了 我要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这些人毒准的话 我们现在社会 能源格局就变了 对吧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可能还要震惊的 第二个是癌症杀手 包治百病的波动治疗医 这个发明据说是一个可以治疗几乎所有外源性疾病的发明 发明者叫雷蒙德·罗伊弗莱 其实这个人医学生应该不会陌生 相较于他这种包治百病的奇怪的发明 他的另一个发明就更著名一些 也是实际存在的 叫做万能冷静显微镜 万能冷静显微镜 是第一个能观察到活体病毒的光学显微镜 雷蒙德·罗伊弗莱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活体病毒的人 他是一个病毒学家和一个观学工程师 他在1931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医学医疗组织展开广泛的合作 从那些医疗组织里面获取了很多的肿瘤癌症组织样本 他培养了两万多份这种组织样本 成功的从这些组织样本里面分离出了一种导致癌症的病毒 该病毒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紫红色放射线 这个是弗莱观察到的 弗莱将这种病毒命名为BX病毒 在他检查的每一个癌症病例中他都发现了这种病毒 弗莱就认为BX病毒才是诱发癌症的关键因素 只要把这个病毒消灭 癌症就可以被治愈 然后随着研究生说 弗莱就发现几乎每一种微生物都会被特定的频率的波动伤害 而且这种伤害是致命的从内至外的 弗莱就将其命名为致命震荡频率 其实这种致命震荡频率在自然界很常见 刺身波就是一种致命的震荡频率 对我们人体来说就是了 对吧 类似这种情况 固定频率对微生物也有效果 这是弗莱的发现 于是弗莱就研制出了一种弯束频率发生器 通过共振频率来杀死肿流动的病毒和微生物 从而治疗好癌症 而且该频率不会对健康的细胞和组织造成伤害 用这种仪器的治疗没有副作用 感觉不到疼痛 也听不到噪音 只要三分钟就完成了一次治疗 弗莱尚自己的频率共振专制 能够粉碎细菌病毒真菌 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的外源性疾病 这不比现在的一百多万一真的好多 对啊 好多了吧对吧 你就要去震一下就好了 而且对内源性疾病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934年的时候 米尔班克约翰逊博士安排了16名癌症晚期患者 晚期患者 接受了弗莱博士的频率治疗 4个月后16名患者全部被治愈 治愈率达百分之百 就各种各样的癌症 对 他推出各种各样的癌症 很多人不相信说是能有这种效果 或者说这个发明是真的 但是在1939年的时候 弗莱博士被正式邀请到 英国皇家医学学会发表演讲 该学会证实了他的发明是有治疗效果的 这个英国皇家医学学会是非常全无一官方的 如果他们承认了 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发明是真实有效的 但是弗莱的频率发尘器 这种明显就断了很多医药公司的财路了 对吧 跟我不是药神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长期使用昂贵药物的癌症病人 如果被治愈了 那么这个医药公司就会要损失一大笔这种钱了 就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于是 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医疗黑手弹粉末登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里斯废时拜英 莫里斯当时是美国医学会AMA的负责人 他迫害过很多癌症治疗师 被称为美国人民的健康公敌 二十世纪最大的医疗黑斑头目 莫里斯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一开始是想和弗莱谈判 要和弗莱合作 但是弗莱就拒绝了 然后莫里斯就花了一万美金 贿赂了弗莱的合伙人霍兰德 让霍兰德起诉弗莱诈骗 说弗莱这个发明是假的 是诈骗 弗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来应对这起诉讼 最后还是赢了官司的 但付出了巨额的律师费 朋友的背叛还有这起诉讼 让弗莱颇受打击 但是莫里斯也没有就此罢售 他还让美国医学学会 禁止了所有医生会员 购买弗莱的机器 于是弗莱的这个公司 就被迫解散了 但是莫里斯还没有收手 1939年9月的时候 弗莱准备宣布最新的 研究成果的前下 弗莱位于新泽西州的实验室 突然起火 所有的笔记 工作成果 都在这场神秘的大火中 精准的被烧毁了 弗莱的另一个实验室 在圣地亚沟 里面许多的研究文件 资料都被偷走了 重要的数据 还有它的一些这种原型机 也就莫名其妙的全部丢失 或者被破坏掉了 自此弗莱就备受打击 接下来的十年中 精神激进崩溃 变成了一个酒鬼 最终这项可能 让人类永远走出疾病阴影的发明 就这样被毁在了这些强权和资本家的手里 如果留下来 那么今天这个新冠病毒 就完全没有什么威胁了 而且没有什么肿瘤医院这种地方 对 反正你得了这些病 拿去镇一镇就好了 对 好气啊 要说你这种黑暗都市传说 最常被提及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之一 它在电磁学领域是非常厉害的 几乎是超越这个时代的 特别是它一直致力于免费的自由能源研究 现在它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就是说特斯拉这件事情 它被打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它研究自由能源之前 它就被爱迪生一直打压着 它的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用的交流电 当时爱迪生为了打压特斯拉的交流电 还用交流电电死过一头大线 特斯拉的交流电确实能解决直流电很多的问题 所以它确实你看我们现在都在用交流电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爱迪生就把特斯拉视为了一生中的敌人 在交流电这件事情之后 爱迪生已经不是说是等特斯拉研究成果出现以后再打压它 而是一直在打压 一直希望特斯拉的研究不要出成果 特斯拉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体 而地球是这个能量体中的一个容器 它能吸引能量体来到这 所以呢 如果自己只要能利用地球吸引来的能量 就可以从自然界里面获取巨大的电能 然后呢 想个办法远距离输送这些能量 这样呢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就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 来享受源源不断的来自于宇宙的能量了 我们今天就不再会受什么手机电量焦虑啊 电动车里程焦虑这些东西的困扰了 现在多少人具有心 从1889年开始啊 特斯拉就开始研究它的特斯拉线圈 这个非常著名啊 也就是一个无线输电的专制 为了完成这个研究呢 特斯拉在摩根的资助下 开始开展了一项名为沃登克里夫计划的研究 特斯拉呢在长岛建立了一座塔高为57米 顶部一个直径为20米半球形圆顶的特斯拉塔 塔尚未完工的时候特斯拉非常兴奋 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它的无线能源的实验 然而呢特斯拉的实验只进行到了一半 就受到了同行猛烈的打压呀 特别猛烈 但是它的金主爸爸也就是那个摩根 首先扛不住了就决定撤资 没办法没钱了嘛 特斯拉就不得不把工程停了下来 因为它的撤资啊 特斯拉还欠了一大笔钱 为了还债呢 特斯拉不得不把自己亲手建造的这个特斯拉塔 拆除用来还债 特斯拉的无线能源这个想法也就再也没能实现了 直到1943年1月7日 特斯拉在纽约的一个旅馆里面死于心脏衰竭 特斯拉的无线能源研究也再没得到继续 包括啊它供职于美国政府的时候 它这个计划都没得到批准和继续 它死后啊 美国FBI就将它的设计图纸实验计划设计的机械还有很多机械的原型全部没收了 并且将其列入了美国最高机密 美国军方对它的论文资料图纸实验计划研究设备至今都还在不停的研究 而且不得对外公布 所以呢 特斯拉本人和它自由能源也就成了一个谜 包括特斯拉这次死亡也被收成是由于FBI的策划导致的 这下能造福全人类让人类跨入新的世纪的相当于起点的这么一个研究啊 就永远的躺在了历史的这个谜团里面 所以说我们也不是说是抨击谁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这种意义在我们人类的进步是很慢很慢的 对这种他们会扼杀这种 对他们会扼杀这种机会 是啊 这要说被打压了嘛 这个特斯拉是绕不开的 对 它太明显了 然后还有你刚才讲的癌症这个事情 现在多少人贪癌色变 还有那个水也转化为动能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这个可以帮助人类就是 它不管是探索就是人类的科学的发展 向下探索海洋向上探索宇宙 如果这些技术都存在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到 应该去火星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对吧 应该跑个太阳西也没啥问题 哎 傻心道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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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